光复乡大同村原汉聚落发展协会 为了发扬以及传承马太安 阿美族特有的传统生态补与文化智慧 特别结合了第九河川局乡公所 以及光复大静两校的师生 在清水溪高滩地挖了十个渔宴 部分原汉族群大家分工合作 下水操作建制 部落企老合力搭建稳固的巴拉高基础后 学童也没闲着跟着部落企老们 开始学做巴拉高 为鱼虾搭建一栋公寓 最好玩的地方在哪儿? 人家看这东西制作的时候 就可以下水很凉 然后做好那个水 那个小水泡还有水就放 因为我们一起堵那个水的时候 我的眼睛一直找不到我就不知道 迷路啊 之前有做过吗 以借力的方式将一捆又一捆的九重树细枝 整齐排列在竹筒上 之后再以三中叶覆盖其上 一切就绪后 开始从清水溪 饮水灌入鱼燕池 马泰安阿美族特有的巴拉高生态补育法 就大功告成 今天等我实际下去做是不是 你有做哪些工作跟大家说一下 我有帮忙 我有拿草和铺 然后还有帮忙做另一个水泡 可以是做那个巴拉高 是 那今天做巴拉高有什么东西 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可以让我知道原来几下的桶子可以装那么多东西 光复香马泰师弟巴拉高生态补育法 是马泰安部落阿美族特有的传统生态补育文化智慧 为了发扬与传承 大同村原民俱乐发展协会 今天就特别在清水溪高滩地上 挖鱼院做巴拉高渔场 让部落传统文化智慧得以传承并发扬 而年年都全程参与的乡长林清水 也大力支持高度肯定 生活就是教育 教育就是生活 尤其巴拉高是马滩 全球的马滩最独特的一个捕鱼方式 在我们这边修理的地方 干净的地方 来做这个示范 来做文化传承 是很值得来鼓励的 谢谢九合局 有些老师 更谢谢我们志工大队 大家一起来努力做这个事情 大同村原汉俱乐发展协会 近几年来成立河川志工队 除了任养清水溪 也透过阿美族传统生态补育文化智慧 守护河川流域生态环境 成为第九合川局 守护河川溪流环境安全的 最得力助手 河川里面能够在 核王安全确保情况下 那环境又非常好 那生态又非常丰富 那又能够把我们阿美族的一个文化 捕鱼的文化 这个好像全世界特有的一个文化 能够把它融进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巴拉高生态捕鱼法 就是用自然素材 分成搭建一个 自然生态循环系统 环境生态保育观念 从远古永续流传至今 看着清水溪的溪水 灌入巴拉高池里 部落族人表示 就等鱼虾入住期席 一个月后 部落族人就可以来巴拉高捕鱼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都要摇访报道 就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